本期视频的主人公是宋徽宗赵吉和宋亲宗赵桓 徽宗是北宋的第八位皇帝 亲宗是北宋的第九位皇帝 同时这个亲宗也是北宋的末代皇帝 徽宗上面的皇帝是宋哲宗赵旭 这个赵旭很有作为 想干大事能力也不错 唯一美中不足的一点就是天不假年 说明太短 不过25岁就领了和汉 不被秋霄梦觉眼前万里江山 想来当年那个风华正暴的赵旭隐恨而死之时 心中一定是充满了不干 其实呢 折宗皇帝大可不必这样想 因为接他班的胡宗皇帝可比他风华正暴夺了 20多岁宴家的折宗五子 不能父传子那就只能是兄中弟吉 好在 折宗的父亲神宗是个生育小能手 光是儿子就生了14个 14个儿子 但凡你认真挑一挑 都能挑出个挺不错的继承人 然而北宋朝廷们开户研究了好几天 最终却把素来玩世不公 行为散伴的赵旗给推上了皇位 北宋当然不全都是糊涂蛋 也有明白人 得知赵旗接班为新帝 大臣张敦气得是破口大骂 端王轻挑 不可以君天下 赵旗就是个魂球怎么能拿皇帝呢 我刚登基你就这么说我啊 换作是别的皇帝 那必然是要打击报复的 然而徽宗却不是一般人 他根本就没有时间打张敦 因为赵旗的地方生涯已经完完全全被他的个人爱好所填满了 根据官员统计 赵旗的个人爱好包括笔墨丹青骑马车舰 古玩收藏幻影飞秦 有事没事还要踢一脚蹴躯 如果让赵旗担任大宋朝廷的文化或者是教育力的领导 他必然是一颗闪耀的政坛新兴 颇有罪的那种 可千不该万不该 这祸成了皇帝 成了皇帝还不算 赵旗的执政生涯还十分漫长 足有25年 朋友们 前面那位宋哲宗满打满算活才活了25年啊 很多人说宋徽宗接班的时候正值北宋盛事 但在作者看来 仅仅是北宋都城东京变良的盛事 孟元老的东京孟华路自然不会扯谎 所以太平日久 人物凡府 灯消月息 雪祭花时的盛景应该不是垂的 灯火通明 熙熙攘攘的东京城 也许把天空映照的如同白昼 可一旦走出汴良城 将会是你前所未见的黑暗 别的不说 宋江旗和方辣起义就够宋徽宗喝一壶的 那部问题已经如此严峻 对外的军事形势当然也不容乐观 自从石敬堂干了胡的事之后 收不回来的燕云十六周成了中原皇帝们的心病 历朝历代的皇帝们都想要利用这道天险来阻隔游牧民族南下 现在天险没了 西弹人加上95号游 一天半就能杀到汴京城 不过很显然 宋徽宗对这事是不太关心的 因为他认为 岛像建立的西夏会在一定程度上牵制疗巢 你疗巢大欧北宋 你就不怕西夏偷你家吗 难道耶律老兄们不看三国演义吗 宋徽宗想的好 但问题是 这个世界是会变的 从黑山白水之间崛起的女人建立了大金 金朝勇猛 别说北宋 当年纵横天下的契丹铁吉也快让他们给收拾完了 当时的辽朝皇帝使聊天坐地耶律掩喜 这哥们生平最大的爱好是到各地巡游 顺便在当地通宵达旦的半派队 后面咱们做辽朝系列的视频也会提到他 辽朝被金朝按在地上锤 那当然得想办法呀 于是就给宋徽宗致电 表示咱们当年可是在台湖城下签和合同败过靶子 现在兄弟有难 你不得伸手帮一帮 以宋徽宗的智商 但现在金人作大 他们已经变成了修气与共纯指向一起纯王禅的关系了 辽朝都顶不住女真人 你宋徽宗拿什么顶 拿寿金提顶 所以对辽朝取暗这件事 宋徽宗满不在乎 加上他本人疏远贤良 亲近监定 身边除了同贯就是蔡京 除了蔡京就是高求 这帮人除了出馊主意是什么也不会 竟然把北宋的风向引导上了和女真结盟 夹击辽朝的路上 宋徽宗得知了一个结果之后相当开心 因为女真人十分大方 说只要拿下辽朝就把烟云十六周归还北宋 宋徽宗等呀等等呀等 只等到生米煮成了爆米花 鲜花变成了黄花菜 终于等来了金军大举南下 北宋朝廷生死就在旦夕之间的消息 其实吧 宋徽宗这个人也挺热心正事的 并且他也是一心想要把北宋往好的方向去带的 就如同当年的南达后卓鲁 并不完全都在芳花血月 他也有过奋力保全国座的行为 但问题是宋徽宗的业务能力太差 皇帝在位的时候招令西改 文不修来武不治 君臣之间更是严重失格 事情发展到了这一步 宋徽宗慌了相当慌 所以他立刻就把皇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赵桓 也就是宋亲走 赵桓当然不是傻子 正值盛事的时候你不把位子传给我 现在国难当头你让我接班 你这不纯纯是在甩锅 想让我替你背亡国之君这个骂名吗 于是赵桓同志表现出了相当程度的不愿意 一听说父女要传媒给自己 那是愁眉苦脸夜不能眉 整天不是说命就是请假不上班 生怕哪天自己一不注意就黄袍加身了 五代十国是人人皆做皇帝梦 为了当上那么一天两天的皇帝 哪怕是付出一切也在所不惜 太祖赵桓印就像是背上欺负瓜儿寡母的名头 也要在陈娇印穿上滑马甲 而百年之后 异议生会的帝王之作却成了慧莫如深的毒药 不过没办法 做不做皇帝由不得你赵桓 因为生在帝王之家命运别无选择 早就成了一种注定 宋回宗成了太上皇 这回真是什么事也不管了 可大儿子宋清宗的治国水平更一般 虽然登基之后重用过名将李刚 抗击出尔凡尔的新朝 但后来架不住士大夫 在他身边出尔编峰 又把李刚给拿下去了 走上了求和的老路 这实在是太奇怪了 一般来说 封建王朝打仗 要么别开战 那开战了就是死战 而北宋却恰恰相反 该和平的时候 五路伐下 该抵抗的时候妄想苟安 可惜可悲可叹 财大古南用 宫多姬更多 中怀超日月 缠口四风波 李刚落寞的背影 逐渐消失在 夕阳默默的北宋皇宫之外 正环目送他离开 一句话也没有说 这一幕就这么成了 北宋王朝的永恒 因为接下来就是靖康之痴 金军攻破变凉 宋回宗和宋金农朝俘虏 连带着一干北宋皇室 来了个一锅端 全都被金人掳掠回了金朝 至此176年的北宋王朝宣告灭亡 徽宗年建有一张名画 叫做千里江山图 名气相当大 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 这幅画的作者叫做王熙梦 王熙梦这个人相当神秘 史书上关于他的记载少之又少 只知道他是少年奇才 18岁入宫 得徽宗赏识和指点 才完成了如此剧作 当然 更有人说 徽宗不过是托王熙梦之名 其实千里江山图 就是他自己画的 殿里北宋江山 在画卷中展现 江河烟波浩渺 群山翠绿层景 乡村美景 亭台楼阁 草舍古寺 水墨长桥 现在这一切都离宋徽宗远去了 这宗年间 北宋的GDP为265.5亿美元 占世界经济比重的22.7% 宋徽宗年间 北宋的人口更是超过了12600万 满眼东京梦华 转瞬毁于一旦 宋徽宗和宋秦宗成了金人的俘虏 在北方卑躬屈膝 受尽了屈 特业西风寒破肥 宋徽宗想念当年那放浪不羁 动情四溢的日子 萧条古管一登威 宋秦宗更是心心念念都想要回到边陵 只可惜 加山回首三千里 目瞪天南无燕飞 但对帝王父子 最终还是在金人的百般哲乳下 相继死去 根据一部分实际的记载 俩皇帝临死前的一段时间 还碰巧遇到了同为俘虏的 辽朝末代皇帝耶路燕喜 三个曾经不可能有任何机会见面的前皇帝 就这么着走向了共同的结局 夸复逐日 惊畏天海 终有九鼎而后礼崩乐坏 如今悲能有御殿秋 曾一起繁华东京梦 徽宗和亲宗有老泪综合的一天 但请不要失去他们脸上的泪水 因为那是一个王朝的招路 好了 我是历史骑士很有趣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点关注不迷路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